行政帐官林鄭月娥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與創科香港基金會聯合推出的 《創新港灣2021》節目上指出 香港資訊科技發展日益彰顯活離 政府過去四年在技術研發、人材培養等 投資近170億美元 出席同一節目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指出 深化橫跨深圳河的合作是發揮大灣區潛力的唯一和最佳途徑 香港的高等院校基礎科研實力雄厚 這間大學已經或者正是計劃進駐大灣區內地城市 這樣都將會為大灣區帶來全新的機遇 投票站將會設在我們的邊境管制站 而且是那幾個已經關閉了的邊境管制站 因為我們不想在一個還有人員往來 用營運的邊境管制站 又做投票站 所以就不會在深圳灣這個管制站那裡來投票了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刪除了其他很多個陸路口岸的邊境的管制站 所以這些將會變身成為一個 在當天成為一個投票站 也都因為在一天之內要處理一個數量可能大可能小的總體 希望投票的內地港人我們需要預先進行一個登記 就是說想在當天在這些特設在邊境的管制站的一次性的投票站 投票的人是需要預先去登記 而且要說明他在哪個臨時的投票站那裡去投票 讓我們作出一定的籌備 希望在這個禮拜內可以公佈這些登記的詳情 大家都知道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就在上星期六已經在抵港 進行一連四天的實地考察 今天下午就會返回內地 這個專家團來港實地考察是繼今年9月26日第一次兩地就住防疫工作的對接會議 還有11月2日舉行了一個兩地也是視像的專家的交流之後 第三次由中央派出的專家來到香港看我們那個防疫的工作 從而是為盡快通關打好一個基礎的 首先在這裡我必須要衷心感謝中央政府對於我提出反映香港市民這個熱烈的訴求 希望盡快能夠有序逐步地免檢疫可以回到內地 在訪港期間大家都看到專家團都是馬不停蹄 考察了很多地方包括有一些在口岸設施特別是在香港國際機場 也都看了我們的醫療的設施 包括由中央門建的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也都考察過我們在竹高灣的和一些指定檢疫酒店的隔離措施 也都差不多昨晚去到啟德社區回堂 看我們怎樣去做這些確診個案的追蹤工作 我知道他們也都會看看我們的社區的檢測中心 或者如果有時間去看現在正進行的疫苗接種的工作 在過程裏面我得知專家都是很詳細去問我們每一個防疫抗疫的環節 在落實的時候的詳情 這次的專家團訪講對於爭取早日逐步有罪通關是指為關鍵的 我非常高興在這裡跟大家公佈 我們在昨天已經收到來自港澳辦的通知 這是第二次兩地就住防疫的情況對接的會議將在今個星期四 即是後日就在深圳舉行 同樣地香港的團隊將會由政務司司長率領 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訊息 我是熱切期盼我們能夠早日向社會公佈有關於可以有罪通關的詳情 訪講下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 今天最後一天行程 下午將會回到內地 林鄭月娥說星期四在深圳將會舉行兩地專家對接會議 今次的專家團訪講對於爭取早日逐步有罪通關是指為關鍵的 我非常高興在這裡跟大家公佈 我們在昨天已經收到來自港澳辦的通知 這是第二次兩地就住防疫的情況對接的會議將在今個星期四 即是後日就在深圳舉行 同樣地香港的團隊將會由政務司司長率領 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訊息 我是熱切期盼我們能夠早日向社會公佈有關於可以有罪通關的詳情 林鄭月娥又說 今個星期內會公佈居住內地港人 在下個月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回香港投票的詳情 初步政府考慮在現時關閉的邊境管制站設臨時投票站 內地港人需要如先登記 我們需要強調一次性特別的計劃 方便現在在內地的選民可以在當日投票 投票站將會設在我們的邊境管制站 而且是那幾個已經關閉的邊境管制站 因為我們不想在一個還有人員往來 正在用營運的邊境管制站又做投票站 所以就不會在深圳灣這個管制站那裡來投票的了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刪除了很多綠路口岸的邊境管制站 所以這些將會變身成為一個在當天成為一個投票站 中央亦都是很願意幫忙的 希望能夠豁免到這些港人 但要做到這一方面又考慮到防疫的要求 整個投票的過程是閉環式的 大家好 Ariana Grande在19年有一首很流行的歌 叫《Seven Rings》 今天說盡情花子賣心頭號 《Favorite Things》 原來這首歌是改編自六十年代的一個音樂劇 《Sound of Music》裡面的《My Favorite Things》 《Rain 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 Kittens》 《Bright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 《Brown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劇中的女主角Maria當心情不好 就要想起她自己喜歡的東西 圓圓粒粒的羊毛手套 就會開心了 I simply remember my favorite things And that I don't feel so bad 相反 《Seven Rings》裡面的Ariana 就喜歡retail therapy 即是救命治療 相比之下 Maria真的順暴很多 對 說回whiskers這個字 貓仔有whiskers 人也有whiskers 是beard 鬍鬍的一部分 生在臉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叫法 我知道 臉的兩邊就叫whiskers 那這一兩片就叫moustache 對嗎? 而下巴這一汁就是goatty 即我們叫羊揹鬍 而英文俗語裡面 to win by a whisker 即是贏得很險的意思 It was a really close race and he just won by a whisker 有些像我們說贏了個馬鼻 大約30個參與東京奧運的國家運動員 下星期五開始訪港三日 由於也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相對於過往幾次的安排 可能就未必有這麼大量 近距離可以讓香港的市民 接觸到這些運動員 但我們都是爭取在訪港三天 奧運的運動員將會有多場的公開活動 一些體育的示範 甚至可能是一些綜合的表演 訪港的國家運動員 來自12個東京奧運行務 包括在奧運男子100米準決賽 跑出9秒83 打破亞洲紀錄的鬚柄 以及乒乒乓球 南丹和南團 雙鳥冠軍球手馬龍 據了解焦點活動 包括下星期六 在伊利沙白體育館 和維園游泳池舉行兩場示範活動 以及當日下午 在醫館舉行的奧運建議大會演眾藝節目 三場活動的門票將會公開發售 好 很容易